承大雷在西北混了三年 可以说一心扑在事业上 他也派人出去收集情报了 但主要是帝国军方的东乡 俗话说灯下黑 他还真就忽略西北一地了 当真他是真不知道西北之地 还有万马唐这么一股势力存在 把徐神机叫过来问了问 徐神机也从未听说过 当然这也在承大雷预料之中 你真能指望从徐神机身上获得什么收获吗 问来问去还真问见一个人 知道关于万马唐的事 这人谁呀 樊梨花 万马唐是伙马贼 当初在西北可是古不小的势力 只不过后来这莫明敏成了秦川的主人 因为背后有朝廷之痴 万马唐也就无法在此地再兴风作浪 渐渐就退出了秦川 所以承大雷没听说过万马唐 并不奇怪 他来得晚呢 而一些人还亲眼见证过 当初万马唐和莫明敏抢地盘的事 这万马唐是十三家山寨 共同组成的那么一个联盟啊 首领就是承大雷打过照面那末将难 双方当初在秦川边界摆下擂台 各派好手上其较量 最后莫明敏占了上风 万马唐这才退出了秦川 当然这些和承大雷啊 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万马唐连莫明敏都对付不了 还值得他承大雷放在眼里吗 承大雷现在的主要经历 还是关注长安的状况 出兵那是不可能出兵 很显然 如今的长安就是一台巨大的绞肉机 怕着几十万人的性命去填都填不满呢 承大雷才没兴趣趟这趟浑水 不过战争的结果他还是关心的 另外呢 承大雷也准备开一级城池了 随着长安开战 这些日子又有大量流民 迁入了秦川 很快秦川关的人口可就突破十万了 再说梁州城 福德勒双目炯炯地盯着李行斋 黑夜里一双眼睛啊 如此的明亮 你单枪匹马 去到长安又能做些什么呢 你不明白 凭帝国皇子的身份 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 李行斋摇了摇头 手啊突然就拍了拍福德勒的肩膀 况且我还有你啊 又怎么是单枪匹马 你可是我兄弟 好 我陪你去长安 李行斋抓起挂在墙上的一柄剑 拉开剑销 看了看 就看这剑呢 还没开刃呢 这把剑可不是杀敌用的 单纯就是士品 他将剑揣在怀里 朝福德勒点了点头 二人没走门 一前一后就跃出窗户了 从小就由帝国最有名的剑客 教授武艺 鱼龙卫都是他的陪练 当然 这李行斋呀 未必是一个出色的学生 可他老师一定是帝国最出色的一批人 所以就算李行斋学艺不精 他可也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顽固之徒啊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城主府离开 可不是件容易事 此地定然警卫重重 如果宋伯康真要是有心留住他们俩 他们俩就能那么轻易走出去 当然 目前这也只是李行斋单方面的推测而已 尚无任何证据证明宋伯康的居心 可是真若等一切都证实了 那可就来不及了 李行斋可不敢赌啊 目前他的确是一无左右 没上赌桌的资格 夜里的城主府很安静 只有风吹树梢的沙沙声 李行斋帮福德勒请进 福德勒前去开门 以前二人浪迹天涯 相互间就这么配合的 院门已经被人打外边给上了锁了 这变相证明了李行斋的猜测 如今猜测已成现实 那在梁州可就不再是他身份尊崇的皇子 而是阶下囚了呀 咱们从院墙离开 墙高三丈 李行斋望了望四面院墙 忽然发出一声冷笑 此地多像是一个专门给自己打造的牢笼啊 殿下 一道软糯的声音打屋中传来 李行斋猛一回头 就看猪儿翠儿站在屋檐下 他们身上还带着酒衣 衣衫不整 可目光却很清澈 清澈如水 李行斋记得来见福德勒前 已经将二人积晕了 那对普通人来说 他们醒得也太早了呀 殿下是要走吗 阿珠啊 眼神清澈 看上去那么无辜 喝得太多了 我去外面透透气 福德勒看向李行斋 他可动了杀心了 这两个女子干脆杀了便是 李行斋却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示意福德勒行动 福德勒将刀背在身后 趁李行斋和阿珠斗闷子的时候 悄然靠近 对于大五而言 朝一个女子出手 甚至偷袭 那不管出手的是什么人 哪怕设不设之徒 也觉得羞耻 可福德勒不是帝国人呢 他可不受这一套 他明白 如果宋伯康真有拘禁之意 那今日走不脱 以后再想走 可就没机会了 阿珠阿翠啊 垂着手站在那 滴眉顺眼 显得如此公顺 福德勒的刀猛然 朝阿珠的胸膛就刺去 如此凛冽的一刀 哪怕是风都能展开 更何况是个少女的柔弱胸膛啊 可此刻阿珠就像风一般 轻盈地朝后飘退 堪堪躲开刀锋 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殿下要出门 还是与宋大人说一声吧 宋大人派我们来照顾殿下 如果照顾得不好 当然会责罚我们的 福德勒和李行斋都露出震惊的神情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二人今晚都欣赏过阿珠阿翠的舞蹈 轻盈若峰 灵动如燕 结实的小腿能在银盘上起舞 同时也有能力踢碎所有成年人的笑话 李行斋愣了愣忽然笑了 好了今晚就不出门了 你们两个小妖精要吓坏我了 此日天明 院里边来了几个木匠 李行斋和福德勒呀 打院里边下棋 就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宋大人 这是要干嘛 怎么要把树给砍了 啊 丙殿下 是宋大人担心殿下的安全 院里长这大树 容易让刺客潜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罚得好 罚得妙 都罚干净 我才顺心 很快 院内大树被砍了个一干二净 太阳道毫无遮掩地落了下来 照得整个院子 亮亮堂堂 第三百九十二集 玉龙之术 殿下 在这里住得可还舒服 宋伯康站在李行斋面前 脸上陪着笑 李行斋呢 躺在罗汉床上 把翘起的二郎腿 换另一只脚压着 嗯 蛮舒服 舒服的 我什么都忘了 李行斋来到梁州城 已经有些日子了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梁州城当红武鸡 他几乎见了个遍 宋伯康的招待 不可谓不殷勤 李行斋过的日子 不可谓不舒服 可说这话的时候 李行斋心里边 暗暗咬牙呀 只用极好的涵养 压制着怒火 宋伯康哈哈大笑 似乎没察觉到 李行斋的愤怒 启禀殿下 一个好消息 哦 我在这里还能听到好消息 真是难以置信 的确是好消息 长安城那里传来的 李行斋的表情 微微一正 他自从来到梁州 就和福德勒 被软禁在这方小院 外界的一切消息 可被切断了 而长安城方面的战局 始终是他最关心的呀 哦 什么消息啊 大好消息 贼匪在长安城外 被击退 退兵俯虎官 破贼之日可期啊 李行斋沉默着 从宋伯康对自己的态度 可以看出长安方面的情况 帝国如果守得住长安 那么邪皇子 以令诸侯的计策 没多大用 而为了避免来日 自己的报复 宋伯康就有可能杀人灭口 而如果贼匪破了长安 天下必定大乱 自己这皇子的身份 可就太重要了 说不得 自己有可能被推到皇位上 那是好消息 坏消息 现在李行斋啊 也算不清 什么是好消息 什么是坏消息 当然现在宋伯康 是自己唯一的消息渠道 至于他说的是真是假 李行斋也无法分辨 远处 福德勒坐在假山上 冷眼看着宋伯康 和李行斋在那磨叽 虽然随着李行斋 这么久了 已经了解了帝国 大部分的事 可仍旧读不懂 这些虚伪的客套 直来直往 强弱之分 这不多简单的道理 那为何帝国人就喜欢 那藏着掖着呢 宋大人 既然长安战局有力 那咱们何时出兵 再不去 贼匪都被杀干净了 功劳 可就都被我的哥哥们抢了 不瞒殿下 我一直在为出兵做准备 可行军打仗不是小事 一切都得从长计议 需要长议到什么时候 该不会等到明年庄稼 长出来吧 放心 快了 快了 等宋伯康走了 福德勒凑了过来 还偏了李行斋意 怎么我感觉 你恢复皇子身份后 过得还不如以前流浪的时候 一入宫门深四海 是很生在帝王家呢 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了 七天 七天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放在土里 种子都来不及发芽 可各在长安 甚至能决定战争的胜败 我们当想办法离开这里 远处 阿珠阿翠 看向这边 李行斋啊 笑着朝二人挥了挥手 你觉得我不想走吗 可咱们怎么走 联系大当家 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 梁州城当有秦窗关的暗线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可咱们现在连着院子都出不了 怎么联系秦窗关 好好想 办法总是能想出来的 却说宋伯康出了院子 李行斋无法看到院子外的情形 整个院子十步方圆都不升重兵了 高处还有人监视 李行斋一举一动 可都尽收眼底 虽然整个长安都传说六皇子是个废物 但宋伯康依旧加着消息 他本身就是个很小心很谨慎的人 这也是崔相派他来主持梁州的原因 一路穿过回廊步入大厅 宋伯康刚坐下 这长使陆落就等着向他汇报呢 这些日子关于长安城的情报 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宋伯康倒是没对理 行灾撒谎 长安城外 朝廷的确打赢了一仗 正义教退兵俯虎关 可长安城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呢 正义教守着俯虎关 援军攻不进去 而坚持的时间越长 长安城越危险 大人 相府那边传来消息 问我们殿下的情况 如实回禀 告诉丞相大人 殿下现在在我们手中 出不了什么岔子 丞相大人准备得怎么样了 陆落点了点头 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兴奋 都已准备妥当 长安城破 就是我们骑士的机会 江南 豫州 包括梁州 到时候 我们奉天讨贼 必能平定天下 这座天下虽然姓李 但旗下还有不少世家 这些家族传承数百年 根深蒂固 没礼家的时候就有人家 无论谁坐龙庭 对他们的身份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李家气数已计 这是很多人早就看出来的事 已经到了改天换日的时候了 崔家 陆家 宋家 代家 这些大家族都要重新找代言人 或者他们自己当主子 群雄逐鹿 对于那万万人之上的位置 不可能有人不觊觎 长安城破 我们就要立六皇子为帝 丞相大人的意思是 六皇子好控制吗 在京城 他就有废物皇子的称号 明帝那么多子嗣 他是最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一个 可毕竟他失踪了很长时间 再次出现 却在程大雷手中 谁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可从这些日子判断 他也不过是个 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蛋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他第一天就想离开 这种警惕还是不能小觑 大人 他不过是个幌子 等平定了天下 随便找个机会除掉他 他在我们手中 还能折腾起什么波浪 宋伯康陈末片刻 仔细想来 李行哉确实已经被完全控制 倒是不必对他过分上心 目前他最关心的 也是整个天下都关心的 还是长安城的状况 你说有没有可能 李家守得住长安城 第三百九十三集 末路穷途 长安城的僵持已经超过两个月 中心是群山环绕的长安 外围是驻扎俯虎关的正义教 再外围是源源不断赶来的 各路诸侯和江湖草马 这样的僵持 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难熬的事 无论是朝廷还是对正义教 数十万人参与的战争 每天可都是巨大的消耗 现在双方都差不多 快到了游进登库的时候了 继续打下去 拼的就不是两军将士 在战场上的交锋 拼的是后勤 拼的是补给 拼的是为将者的决心 士兵们的战斗意志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先是正义教攻打长安 打不下来 所以退兵 然后长安城派人攻打拂虎关 同样打不下来 在外围赶来的江湖草莽 与天下诸侯不断厮杀 若论士兵论战斗力 自然官兵占由 可江湖草莽则化整为零 几百人几百人为一支队伍 在山林平原 和这官兵展开了游击战 袭扰战 偶尔给你点把火 偶尔在你煮饭大锅里边 加把毒药 那搞得帝国军也是不胜其扰 但正义教的确已经陷入父辈受敌的状况 前后包围 切断了他们粮草支援 如今的正义教 只能依靠所剩无几的粮草支援 而且冬天可来了 这一年长安的冬天 比往年更加冷一些 拂虎官已尽绝境了 却说拂虎官率仗之内 林绍宇 郭帆仁 红尘柳 林冲 以及正义教几个高层人物 正在一起议事 父子管理后勤的张报就开口了 天将大人 如今我们剩的粮草 最多只能支撑五天 五天过后 我们便没吃的了 现在的林绍宇 是正义教理所当然的领袖 不管是现实意义 还是精神意义上的 粮草问题 一直是很棘手的问题 若无后续的粮草补给 正义教将不攻自败 或许大家只能选择退兵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啊 你能不能撤出去 都是个问题 从踏上这条路起 便已知道这是条绝路 而绝路 向来是没有后路的 有后路还怎么叫绝路啊 林绍宇打量着 帐内挂着的地形图 副手而立 明日派出抢粮队伍 没五百人为一队 抢劫俘虎关外 各路诸侯的粮草 这样做 是否太危险些 我们现在的状况 已经够危险了 没办法再危险了 林绍宇平静地说出一句话 他回头目视着众人 我们最难的时候 当也是城安城最困难的时候 现在逼的 就是谁耗的时间更长 从第二天开始 正义教派出小谷部队 抢劫关外的粮草 正义教的组成 大部分是流民啊 但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垂打历练 他们已经有了不输于正规军的战斗力 而且他们有正规军没有的东西 这种东西叫做信仰 肯加入正义教的 他们的日子大多过得不好 其实之前 大多是什么奴隶啊 苦力啊 逃犯 亡命图 他们在内心深处 是真的相信 有某种神明 可以赐予他们温饱的日子 反观各诸侯呢 其实还有很多还在犹豫呢 长安城守不住了怎么办呢 长安城守住了怎么办呢 这些可都是他们要考虑的 但正义教不用考虑 因为攻不破长安城 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 这些令人不耻的流贼 如狼似虎 撞上了一群体面人 结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呢 长安城内的状况 也的确不容乐观 围城两个来月了 人心都面临着巨大考验 世家不畏惧乱世 他们畏惧的是 不能在乱世之中 夺取更多利益 可对于大多数 衣食无忧的人而言 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安稳 因为他们目前的安稳 来之不易啊 而在下一轮秩序 重组当中 没有人能保证 他们还能够获得安稳 至于长安城的底层 什么盗贼强人流浪汉 也趁着这机会 兴风作浪 他们觉得固有的秩序 被打破了 推翻那些贵人之后 就该是他们出头的日子了 长安的治安状况 变得前所未有的差 城内啊 人心惶惶 而这场战役 如何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任何人其实都看不破 却说夜里啊 主持完一天的军务事后 李月天进入皇宫 面见明帝陛下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父子关系却缓和了许多 说话倒也不像 以前那般客套了 明帝坐在御书房 精神头不错 不像外界传言那般 说重病缠身 无法下榻 眼瞅就死了 如今的情况如何 粮草还够吗 长安城内 有许多富户 他们家里都有存粮 如今特殊时期 只能强征 他们的粮草 还能撑起人 目前尚无缺粮之用 关键在其他方面 如今城里谣言纷纷 且说些不重听的话 只说那林少宇 乃天神下凡 便是为迫礼价而来 哼 以你估计 长安城能守得住吗 我军战斗力要强过逆贼 况长安城的粮草 能支撑下去 如今已经入冬 天一日冷过一日 只要撑下去 败得必是逆贼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长此以往的僵持下去 对国为服役 诸侯领兵而来 虽说为了扫清匪欢 但未必没有 渔邦得力的心思 即便长安能度过这场危机 怕诸侯 也将成为伟大不掉的局面 明帝睁开浑浊的双眼 他看着李月天 你看得很明白 我以前都小看了你 你的确有帝王之才 李月天心中一惊 明帝这话里边可有了传位之意了 他慌慌张张跪倒在地 不停磕头 好了 起来吧 起来说话 李月天站起身 还是无法压下脸上的激动 父皇 还有一件事 儿臣不得不听 昌安城万一守不住 还得提前做些准备 到时 由鱼龙卫护送父王离京 以防万一 我已经逃过一次 不可再逃了 一国之君不能丢人到这份上 该逃的是你呀 父皇 我 长安城破 天下必然大乱 怕是有上百年的血肉厮杀 你该扛起李家的大旗 保住李家的血脉 明帝轻抚着李月天的头顶 李月天正了正 缓缓抬起头来 父皇 连你也觉得 长安城将要守不住吗 第三百九十四集 山河天子剑 灯火摇曳 李月天抬起头 发现明帝的脸色 是从未有过的难看 眼中的神采 也如那飘摇的烛火一般 随时都可能熄灭 父皇 狄说我强 匪贼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最后 必然会被击困 李月天如此说着 但是不知道是安慰明帝 还是安慰他自己呢 无论从任何方面说 帝国朝廷在这场战斗中啊 都占据绝对优势 怎么看最后胜利的也是朝廷 而不是正义教的匪贼呀 可战争可不是说摆在桌面上数据对比 说你坐下加减乘除 就能决定最后的胜败了 即便在所有方面都占优的情况下 李月天也和所有人一样 有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如今长安城上空布满了乌云 所有人都能看一场大雪 将要铺天盖地的席卷而下了 这是大势啊 既是大势所趋 也是大势已去 明帝站起身来 从书架上打开一个暗阁 打里边取出个木盒来 李月天的视线追随着明帝的身影 见明帝的动作已有了几分裂气 果然他已经老了 如此简单的动作 于他而言都已经是很困难的事 将这木匣子打开 里边是一柄剑 剑长三尺六寸五分 八面魔风 青铜护手 剑背吻着两个字 山 和 明帝二十二年 曾采天山铁铸剑十四柄 天子剑一 诸侯剑十二 匹夫剑一 匹夫剑辗转落到成大雷手中 诸侯剑赏与十二位王子 至于天子剑则代表着帝国的至高权力 明帝亲自执杂 这是山和剑 也是天子剑 明帝双手捧剑递到李月天的面前 若长安城破 你便拿着这柄剑逃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李月天当然明白这把剑代表着什么 谁若手握这柄剑谁就等于握着天下 他曾经当然也期盼过 可现如今看着这把剑 他却只感觉到沉甸甸的压力 他慌张跪倒 捧剑在头顶 还臣誓死守卫长安城 明帝坐在龙椅上 忽然感觉有些心灰意冷啊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李月天都是最适合接任帝位之人 但说也奇怪 诸多皇子中他最宠爱的 反而是那个最不成器的六皇子 打一开始 他就有意把皇位传给这李行哉 可无可奈何的是 这六皇子着实是不争计啊 现如今风雨飘摇 大雾气数将近 明帝不由又想起李行在了 心里边不由念叨一句 你这个老六啊 你现在在哪儿啊 再说梁州城 城如府 软榻一旁 阿珠垂首而立 身上鲜嫩绿衣 煞是喜人 阿珠抬起头来 肩膀和脖颈处有片片青子 他抿嘴一笑 殿下 我赐好您吃些什么 李行哉靠在枕头上 微微眯着双眼 欣赏着眼前的女人 无论如何 这阿珠都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有精致的脸蛋 水做的肌肤 一双美腿 既可以在银盘上起舞 也能踢碎男人的下巴 他轻轻抬手握住阿珠的手 如此美人 三人心受那烟熏火烤的 阿珠轻轻笑着 投靠在李行哉的胸口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很多诸侯会在府中 豢养一些歌姬 他们大多呀是孤儿 接受专业的教导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最擅长的 就是如何讨一个男人的欢心 同样也擅长刺探情报和杀人 李行哉抿起嘴角微微一笑 忽然勾住阿珠的下巴 殿下 您轻一点 我怕疼 放心 我一向都是温柔的 李行哉凑到他耳边 嘀嘀地说着什么 双手温柔着抱着他的双肩 眼中却闪过了一丝狠力 阿珠猛然睁大眼睛 四肢如蛇般地挣扎 竭尽全力想要抓住什么 可最终他什么都抓不住 天刻之后 他便丧失了所有的力气 四肢摊开眼睛外突 眼球布满了血丝 李行哉坐在床上 呼吱呼吱喘着气 扯了一张宝毯盖在身上 进入冬天 天气有些凉了 此时大门被推开 福德勒跨不走了进来 手中短刀仍然滴血 你那边也解决了 福德勒点了点头 轻轻逝去刀上的血 城主府的另外一名割鸡 就在刚刚也告别了这个世界 福德勒目光在房间之内 扫拾一圈 你做人不地道 不该在床上杀女人 你一个容祖 难道还要与我讲人意理直信 福德勒愣了愣 似乎在琢磨李行哉的话 随后他点点头 你的话非常有道理 你们五人习惯这样要求自己 却将我们当作蛮夷 蛮夷也有可怕的地方 因为可以不讲规矩 这事上 不讲规矩的人总是可怕的 李行哉的脑海中出现一张脸 可是他没继续说下去 这时候啊 夜已经深了 宋伯康刚刚入睡 正在此时 城主府忽然可就冒起黑烟来 烟中夹杂着火光 不大一会儿火光冲天 走水了 走水了 外边传来了锣鼓声响 还有阵阵大叫 睡梦之中的宋伯康被惊醒了 揉着眼睛走出房门 哪里是火了 正是殿下处的院子 如今正组织人救火 什么 宋伯康猛然大惊 睡意荡然全无 如今六皇子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啊 那就是他手头最为珍贵的一笔资产 这资产若有任何闪失 后果他难以承受 慌慌张张的他跑出屋子 只来得及啊 劈了一件袍子 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失火地点 常主府的仆人用水龙灭火 院内啊都有存水的水缸 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突发状况 黑烟翻天直冲心斗 刚靠近就闻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幸运的是 院子周围的树木被他发干净了 火势没有朝外蔓延 但就算你把常主府都烧光了 宋伯康也不容六皇子有任何闪失啊 殿下在哪里 殿下在哪里 殿下还在火场吗 一定要将殿下救出来 嗨 宋大人 李行哉 吸溜着鼻子打一边就走过来了 我一点事都没有 没想到吧 第395集 按兵不动 李行哉就站在宋伯康面前 身上呸着个毯子 下身只有一件毒鼻裤 还不停地吸溜着鼻子 看上去不伦不类 毫无帝国皇子的风度 宋伯康愣了好大一会儿 殿下 怎么失火了 老松 你可有点不地道啊 李行哉的手重重砸在宋伯康肩膀上 砸得宋伯康一头雾水 可李行哉紧跟着的话 让他一身的冷汗 你派来的那两个割鸡 要杀我呀 呃 这不大可能吧 提着两颗人头的福德勒 在李行哉背后出现了 阿珠 阿翠 一对千娇百妹的结语花啊 如今只剩下两颗血淋淋的脑袋 众人吓了一跳 说也奇怪 大家想起来他们活着的时候有多美艳 现在就能给大家带来多大恐怖 怎么不可能啊 你可是不知道 这两个女人可是蛇邪心肠啊 我特别宠爱她们 但没想到她们要放火烧死我 幸亏福德勒 护驾及时 杀了二人 我才幸免于难 可把我吓得不轻 李行哉说着 脸上可没有丝毫害怕的意思 同时还朝周围挥挥手 一脸洋洋得意 宋伯康难以置信地 打凌着眼前这位帝国皇子 现在他这副德行啊 更像是无赖 混混 乞丐 但就是没办点帝国皇子的风度 就算六皇子曾经是个废物 但风花雪月 玩世不恭 却也有些风流的意味 怎么现在自甘堕落到这副样子 宋伯康愣了愣 忽然想起来李行哉 在蛤蟆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 想想程大雷的为人 那似乎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他心思急转 思考着这件事代表着什么 也就是李行哉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很快他平静下来了 给殿下重新安排住处 严加保护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了福德勒 他用冷冰冰的语气说道 让他和殿下分开住 李行哉一正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宋伯康却笑了笑 天色不早 殿下又受了惊吓 还是早些休息吧 却说程主府 大殿之上灯火通明 陆落冷横一声 这火必然是他自己放的 竟然还敢杀了我们的人 大人 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这里不是长安 他还真当自己是帝国皇子吗 而宋伯康脸上却带着笑意 好了 现在他能做的也不过是这些了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大人 他可是在挑衅我们 挑衅 我看谈不上吧 这无非是撒泼的手段而已 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气的小媳妇 能做的也不过是摔摔碗 板起脸 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不用放在心上 本来宋伯康对李行才还有些忌惮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曾经是废物 可不代表永远都是废物 但现在李行才只能用这种幼稚的手段 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这等幼稚手段又有什么用啊 你杀了两名割鸡 宋伯康就能继续送过去监视他的割鸡 他烧一座院子 宋伯康就有三座院子 四座院子等着给他烧 哪怕他把整座城主府都烧了 宋伯康也不在乎 终究 他不是值得宋伯康忌惮的存在 却说秦川关 江云府 相比长安城的紧张 梁州城的暗潮汹涌 秦川关可以称得上是花团锦族啊 虽然是在肃沙的冬天 却依旧能感受到此间的欣欣向荣 这是个晴天 虽然寒风呼啸 但依旧艳阳高照 书房内烧了个暖炉 很快便热乎起来了 程大雷窝在榻上 听阿苦汇报最近的情报 长安城的情况依旧不妙 也说不好程大雷支持朝廷 还是支持正义教 也或许哪个都不支持 现在两方面仍在对峙 相互之间打仗啊 却越来越少了 可是外围 那诸侯和江湖草莽之间的战斗 却是每天都在发生 今天黑胡子杀了王牧枝 明天马朝安灭了孙虎六 名字也乱七八糟 具体谁属于哪个势力 程大雷自己也不清楚 今天 程大雷收到一封信 高飞虎打江南送来的 高飞虎在江南的山寨 算是蛤蟆寨的分店 送信的过来意思啊 说是看看程大雷要不要出兵 高飞虎本身是想 蹚一蹚这趟浑水 大根家 咱们要不要去长安 山寨里的兄弟 是不是都想去啊 阿苦有些尴尬的点点头 程大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虽然秦川关建了学堂 也着力培养山寨自己的人才 可你别忘了 香山一改 比营兴难移啊 这些人骨子里 他娘的还是一群贼啊 容易热血上头 二杆子精神大爆发 现在长安城一团乱麻 局势顺息万变 说不得蛤蟆寨也能扫荡诸侯 驱逐群贼 占了龙庭 然后自己弄个什么丞相 整个将军当的 高飞虎打的就是这心子 秦川关 众兄弟 其实大多也都是这心子 回信 告诉高飞虎 打死也不能出兵啊 自己事都管不过来 你瞎凑啥热闹 竹老师呆着 阿苦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明白 看他那意思 也有几分蠢蠢欲动 只不过程大雷 没出兵的念头 他也只能老是窝着吧 梁州那边又没有动静 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还没出兵啊 大大娘 长安的情况 可能有些不对 怎么不对了 旅行灾推测得不错 梁州城的确有 蛤蟆寨的暗线 事实上不仅梁州城 就周围几座城池 程大雷可都埋着眼睛呢 他这个人呢 对情报工作 一向特别重视 据探子打探到的消息 最近宋伯康 似乎没有出兵的意思 城里半点风声 没透出来 据说殿下 最近是花天酒地 夜夜升歌 还有 最近城主府内 着了一场火 具体原因尚未查明 程大雷 这就有点想不明白了 既然不打算出兵 宋伯康接走 李行灾想干什么呀 以李行灾的心情 此刻当迫不及待的 想要赶往长安呢 他亲老子在城里呢 当然 程大雷也不希望李行灾 在长安和林绍宇碰着面 那你说这双方谁杀了谁 程大雷都不愿意看见 只是现在这情况 真就透着骨子古怪呀 不对 不对呀 派人去查查 第三百九十六集 夜探梁州城 已经派了人手 打探梁州城的情报 但我们的人 没办法潜入城主府 大当家 不如让白元飞试试 白元飞 绰号飞天蛤蟆呀 也有叫他白飞圆的 一身轻功 也就稍弱于程大雷 但他本身不会什么轻功 外界传言 飞天蛤蟆自幼 被白元收养 无名无姓 无父无母 等到十几岁 才下得深山 传言只是传言 事实当然不会如此 事实上这飞天蛤蟆呀 少小贫贱 就在山中啊 采药为生 值钱的草药 那都长在悬崖上 你想活下去 就得拿自己的命去冒险 于是他生的是 手长脚长 在悬崖峭壁 之上如履平地 道德后来呀 他这种天赋 被某个世家给看中了 训练成为死士 在一次任务失败时 被程大雷所救 于是这才成了 程大雷的首相 程大雷一听阿苦这话 点了点头 行 这事啊 你来安排 无需向我汇报 但是一定啊 注意安全 阿苦眼中一亮 强压眼中激动 重重点头 明白 目前山寨的情报工作 全由阿苦来做 说实话 干得不错 阿苦曾经给人当过 帐房先生 心特别细 如今做情报工作 也充分发挥了 这方面的优点 秦川官周围城池 都被他埋入眼线 甚至还派了间谍 打入某些大人物身边 如今源源不断的情报 汇总到程大雷面前 梁州一地的风吹草动 也都逃不过程大雷的耳目 既然如此 程大雷索性 全权放手 自己也不去果乱了 阿苦明白 这是什么样的信任 自己从长安一路逃到这来 前来投奔人家程大雷了 刚到就被赋予如此重任 十分难得 自己啊 必须得把事做好了 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 离开了将军府 阿苦没丝毫耽搁 找到了飞天蛤蟆白元飞 在秦川关 虎字队并不是一个 受人欢迎的存在 因为他们总是鬼鬼祟祟 神秘兮兮 你若问他们什么呢 常常一问三不知 若是问得极了 回答的一定是 机密 无可奉告 大家就不仅有些郁闷了呀 你哪那么多秘密啊 其实整个秦川关 本也没有太多秘密 不过阿苦觉得 做事情嘛 那就得专业一点 情报部门没秘密 那也得搞得像有秘密一样 白元飞就不是很能接受这一点 每次见面都搞得呀 就跟干坏事似的 非得安排在暗房 连个窗户都没有 外边的光线都透不进来呀 那周围必须拿人把手 那保证方圆几十米范围之内 都不能有人偷听 屋里边呢 就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 阿苦的脸埋在黑暗中 就像某位幕后黑手似的 这次又有什么事啊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大当家亲自吩咐下来的 整个山寨除了你 没有人能完成 好了好了 你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你有什么事 就不能好好说话 不好意思 职业习惯 究竟什么事吧 李行斋去了梁州城后 梁州城一直没有动静 大当家有些放心不下 所以让你去看一看 好吧 目前什么情况 现在梁州城 对进城的人盘查得很严 进出都很困难 目前 李行斋就在城主府 要想打探他们的确切情报 你怕是要潜入城主府 白云飞点点头 事情比自己想象中要困难 城主府守卫森严 想要悄悄潜入 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当然正因为不简单 方才需要用到自己 如果随便就能打探到的情报 也无需自己出马 我是谁 我是飞天蛤蟆 这种自信 他白云飞还是有的 当天白云飞就出发了 骑了匹快马 靠近梁州城时 把马藏在山后 换过衣服 就开始等 等什么呢 一直等到深夜 白云飞才开始行动 穿着一身夜行衣 口鼻都藏着 只有一双小眼睛露在外边 夜里的梁州城城门紧闭 周围黑漆漆的一点动静也无 城墙上 一队队卫兵来回巡逻 白云飞将身子贴在墙壁上 黑衣和墙壁融为一体 手指勾着墙缝 身子一点一点向上爬 为了今天这任务啊 白云飞可使出看家本事来了 他也是出来乍到 必须啊 得做点事 给其他人瞧瞧啊 当然 他这本事 现在可无人欣赏 没人看得见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两名巡逻的卫兵打城墙上经过 此刻却在他头上停下了 哎呀 这天寒地洞的 非得让我们兄弟受这个罪 如果不是你得罪了队长 我们怎么会被派这儿踩起来啊 说着话 却不知啊 脚底下可趴着个人呢 白云飞就趴在城墙外 用手指搭着墙头的成朵子 只要他们朝下扫一眼就能看见白云飞 但是飞天蛤蟆很平静 他不愧有一个出色的小偷的素质 现在他只期盼着两名卫兵早点离开 自己便能成功潜入梁州城 任务也就算完成一半 但这次 白云飞可没有幸运女神的眷顾 两名卫兵嘴里边骂骂咧咧 一个人走到城朵子前 下意识朝城下望了一眼 然后 他就和白云飞的一双眼睛啊 对视上了 明显他被吓了一跳 你说这深更半夜 有个人趴在城墙上 你这也说不好是人是鬼啊 但留给他吃惊的时间可不多 白云飞朝前一纵身 手中匕首毫不犹豫 刺入他的喉咙 随即如一头暴怒的豹子 互向另外一名士兵 匕首捅进对方的心窝 然后啊使劲那么一久 两具尸体栽倒在地 连一声呼喊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其实这时候就已经宣告白云飞的行动失败了 最正确的选择是立刻就走 寻找下一次潜入机会 当然下一次梁州城的防卫会更加森严 但是白云飞丢不起这人呢 出来乍到一直就找露脸的机会呢 好不容易碰着一回就这么灰溜溜回去 一问怎么说呀 啊我让人碰见了 那秦川关的人怎么看自己 还不得都觉着长安城过来的人都是酒囊饭贷啊 白云飞决定冒险 他把两名巡城士兵的尸体打城墙上扔下去 见此地动静没惊动 其他人顺着城墙可就下了梁州了 当然他也明白 很快就得有人发现两名士兵失踪了 然后就可以断定有人潜入 再然后就是覆盖整个梁州的大搜捕 所以留给他白云飞的时间不多 他顺着暗影处一路啊 穿梁过洞 足尖轻轻一点可就是数米距离 想极了山中矫健的白云 第三百九十七集 断龙台 白云飞顺利潜入了城主府 时间该是紫丑相交 他趴在大殿屋脊之上 刚潜入境界 就被城主府内的景象吓了一跳 下边是密密麻麻的巡逻小队 每一刻钟一个班 相互交替 严密到没任何缝隙 看他们那动作都保持着不错的体力 并没有因为夜深而流露出任何松性 白云飞有些无语了 这长竹府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需要如此这般严密的境界啊 一开始只觉着梁州城有些奇怪 现在一看 不对劲 这里边有事啊 以白云飞的本事 他也没自信现在潜下去而不被发现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目前尚不知道 李行斋和福德乐珠在哪儿啊 城主府极大 站在高处望去 大殿庭院回廊甲山 哪无数个院子连成一片 你也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啊 白云飞的任务是刺探这儿的情报 只要随便打探出些消息 平安返回秦川关 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然而这可不是白云飞想要的 他的目的是想看看 能不能找到李行斋 找到李行斋 拿他一件信物回去 如此这次任务才算得上是出色 才算得上是出彩 现在啊 尚摸不到李行斋藏身处 白云飞倒也不着急 他悄悄顺着柱子就滑下去了 潜入到城主府的厨房 随后他一翻身就跳到了柱子上面 贼啊 常常用胆小来形容 但胆小有时候意味着谨慎 你想偷一件东西 他们可从来不缺乏耐心 这白云飞曾经为了偷一样东西 曾经在阴沟里边躲了整整三天 靠着随身携带的小米冲击 将自己的身体机能降到了极限 还得忍受污秽和有时候从身上爬过去的老鼠虫子 一直等到最后的机会才出手 白云飞就是此道高手 在黎明时分 城下卫兵尸体被发现了 层层上报 最后报到了宋伯康那儿 宋伯康也是个相当谨慎的人 目前这李行哉可以称得上奇祸可居 那在未来将发挥多大价实 没人敢想象 因此宋伯康不得不谨慎 城里城外加派人手 以免李行哉出现任何意外 当事情发生后 宋伯康第一时间就预感到 这事肯定和李行哉有关 有人潜入梁州城 这是想救出李行哉 随后宋伯康就针对性的 全城展开大走步 一时间整个梁州城市 风声鹤唳草木结冰 宋伯康甚至专门见了见李行哉 看到李行哉安稳的出现在他眼前 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 不得不说啊 这宋伯康对李行哉的招待 那可是相当不错 梁州城内有名的歌姬 一波一波地往这送啊 吃穿用堵 仆人伺候着 只要宋伯康能满足的 绝对不会给你打半分折扣 宋伯康有自己的心思 未来的李行哉会成为怎样的人 谁都无法预判 说不得就得面南坐北成了九五至尊 就算是个傀儡皇帝 那傀儡皇帝也是皇帝 如果自己今日对他有了亏待 他把那仇恨的小种子埋在心里 等得来日报复 这种事啊 还是尽量避免发生吧 好吃好喝好招待 可在别的事上 宋伯康绝对限制李行哉的自由 比如绝不允许他和福德勒见面 李行哉也确确实实是被软禁了 对于这样的待遇 他也没有表示出什么不满的情绪 终日啊 花天酒地与歌女饮酒作乐 躺在万花丛中 消遣着美人的胭脂脂粉 常常醉的是不省人事 许多人看到这一幕连连摇头 还没等成为皇帝呢 李行哉就显露出一个昏君的气质了 如若有朝一日 真让他执掌了天下 大概这大五朝也算是走到头了 当然 一个昏庸无能的废物 更适合成为一个傀儡 也更加容易被控制 这也是宋伯康 包括宋伯康背后那位崔相乐于看到的 可很少有人能了解 李行哉内心深处的苦闷呢 自打上次失火之后 他和福德勒就被分开关押了 李行哉和福德勒相处的时间很长 两人一起流浪 一起偷鸡摸狗 一起坑蒙拐骗 这些事都是他们俩一起做的 早已经产生了深厚的默契 这突然一分开 剩下李行哉一个人 他就像失去一条B绑一般无主 一切问题都得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况且李行哉现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所住的院子里边 什么仆人啊厨师啊园丁啊 包括每日陪他的歌姬啊 那可全都是人家宋伯康的人 甚至这李行哉每天睡觉 都至少得有两双眼睛盯着他 李行哉如果现在能够累生双翅 他可以从这离开 但可惜他没成大雷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本职啊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花天酒地借此来蒙蔽自己的敌人 从而期待着人家能对自己放纵警惕 他在外人面前演绎得多放纵 内心就有多苦闷 被关在这儿失去了所有自由 也失去了长安城的消息 现在的长安呢 每分每秒都可能发生大事 莫说身为帝国皇子 便身为人子也该替父亲分忧啊 但李行哉能做的 就只是被关在这儿 所以他纵情声色 一方面有麻痹敌人的用意 另外一方面 却也啊 何尝没有存了借酒消愁之心呢 长夜漫漫 你这要真是天天喝酒啊 你喝得越多 到后来便越不容易醉 李行哉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眼盯着高高的房顶 身边躺着今夜侍寝的女子 在严密监视下 李行哉便是在外人面前流露出 任何情绪都不能 只能一夜一夜盯着房梁发呆 等待黎明到来 他就像是被绑在断笼台上的巨龙 虽然身体内流淌着高贵的龙血 可以呼风唤雨翻江倒海 但却被绑在柱子上 一动都不能动 吱压一声轻响 窗户被人欠开一条小缝 一个竹筒探进来了 随着就吹进了一股烟雾 李行哉的眼睛 慢慢地有些沉重 挣扎了两下 忽然感觉一方湿透的手帕 盖在自己脸上 等他清醒过来 就见一个黑影站在自己面前 浑身污秽 身上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异味 他瞪大眼睛 好不容易才把这白元飞认出来 白元飞到秦川关的时间不长 和李行哉可算不上熟悉 此刻的情况之下 彼此看对方都有些陌生 是你 好了好了 白元飞摆了摆手 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再说话 这样很不雅观的 第三百九十八级 困兽之斗 李行哉终于认出白元飞来了 猛然一惊 你怎么来了 周围可有人监视 放心 他们都被咬倒了 现在睡得和死猪一样沉 白元飞目光在周围转上一圈 哎 有吃的没有 可饿死我了 李行哉指了指茶几上的一盘点心 那他们明天早晨 会不会发现有问题 不仅周围没什么动静 便是床上的鸽鸡此刻都睡得不省人事 发现问题又怎么样 反正我已经走了 至于你 看来他们不舍得杀你 白元飞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说 你可是不知道 这几天我可受了大罪 你如果有天做了皇帝 可别忘了我的功劳 你就莫打去我了 你看我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连这院门都出不去 白元飞在屋子里边扫尸一圈 目光落在那赤身的割鸡身上 他熟睡的样子像只小猫一样 微微打着憨 女人哪 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 哪怕明明知道 他们体内藏着危险 可只要他们有一副好面孔 就令人觉着情有可原 你最近的日子可真是不错啊 山珍海味美女美酒 真是给个神仙都不换呢 你的药好用吗 他们会不会中途醒来 李星斋伸手披上一剑博毯 好用啊 是山寨的胡人拿出来的 说是叫什么炼金书是 这药叫神仙罪 哪怕闻到一丝丝 连神仙也能放到 没有专门的解药 必须昏睡一天一夜 现在程大雷手下 还真是人才积极啊 好了 我也不能在这里多待 实则生变 梁州城一直没有出兵 大当家就怀疑有了问题 所以特意派我来看看 现在看来 你的问题果然不小 是他派你来的 我便知道 他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 你现在什么情况 回去我告诉大当家 大当家想办法救你出来 李行斋沉默了一阵 白云飞啊 又问了一声 他才反应过来 从秦川关离开 李行斋只带了福德勒一人 他在秦川关三年 也有与他交好的朋友 如果李行斋说一声 他们未必不会跟着一起走 但李行斋还是选择 只带福德勒一个 因为他觉着 那些人都是程大雷的手下 他不想借助程大雷的力量 到最后 自己身陷此地 还是得依靠着人家程大雷 他本想拒绝白云飞 但仔细想想 没有程大雷 自己怕真无法离开此地 于是他苦笑了一声 一五一十 对白云飞说明了此前的情况 白云飞听罢之后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回去之后 大当家必然会想办法来救你 你安心等待便是 这里 他们好像也不会杀你 宋伯康当然不会杀李行斋呀 不仅不会杀 李行斋真要有个头疼脑热 他怕是比任何人都得担心 白云飞不声不响地走了 大门明明没上锁 可他还是从窗户越了出去 静悄悄地没发出丝毫动静 李行斋苦笑一声 翻身又躺下了 搂着床上的歌姬 依旧没半点睡 该让白云飞给自己留下点迷药啊 长夜漫漫 睡不着的不仅李行斋一个 福德勒同样睡不着 他和李行斋呀 分开滚扬 待遇上自然呢 会有不同 他可没李行斋那歌姬呀 山珍海味呀 即便仆人都没一个 单独就被关在一个小院 兵器也给收走了 一日三餐 专门有人送过来 此外对他的监视和李行斋相比 自然也是松懈得很 他同样无法走出院子 不同的是 这福德勒是个行动派 他可没李行斋那么多想法 也不会顾忌太多 荣族人的想法 那总是直来直去 无非就是离开此地罢了 从一开始 他就在思考着脱身的法子 宋伯康收走了他的兵器 便以为福德勒失去战斗力了吗 你这么想的话 尾师太小看他福德勒 在荣族 铁器是奢侈品呢 那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拥有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石头 木棍 甚至绳子 你想杀人什么不能当成兵器 杀人也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夜里 福德勒大床上睁开双眼 眼睛很亮 精神状态很好 精神头很足 他一伸手大床底下 摸出一根木棒来 这是顶门用的门栓呢 他拎在手里 开门可就出来了 屋外繁星漫天 但是没月亮 所以啊周围还是很黑 不怕 荣族都有深夜狩猎的习惯 在晚上他们依旧能够保持极好的目力 福德勒推开院门 一个站在门口的卫兵 下意识回过头 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也没等对方开口询问 福德勒一棍子就敲对方脑袋上 头破血流 对方头骨都被他敲罪了 眼神变得空洞 福德勒踏前一步 伸手拖住对方的尸体 避免对方因倒地而发出声音 轻飘飘将对方啊 搁在墙角 福德勒拔出对方腰上的短刀 抄在手里 他又看了看周围 此时他遇到了和白元飞同样的问题 他也不知道李星在关在哪了 城主府极大 对于一个荣族人而言 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他被关在院子里 自然也无法得知 城主府的建筑布局啊 不过这对他而言不算太大问题 在帝国这边 重要人物 总是会住在最奢华奢侈的建筑之内 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错的 他站在门口活动活动筋骨 骨节发出琵琶声响 然后他丢了手中木棒 攥着刀 孽族前宗 眼睛明亮 像一头在草原上猎食的狼 当然 这福德勒可没白元飞的精神功夫 不可能静悄悄的行动 而不被任何人发现 可要说出手干净杀人果断 十个白元飞加一起 都赶不上一个福德勒 他在黑暗之中前行 一旦被人撞见 干脆利落 一刀毙命 不分男女 不管老幼 管你是巡逻的士兵企业的丫鬟 统统命丧刀下 所过之处鲜血淋漓 福德勒一步步可就靠近 城主府的中心了 那儿住着宋伯康 宋伯康 才是他的目标 第三百九十九集 蠢墙蠢墙的 却说这白元飞 鬼鬼祟祟啊 顺着墙角爬上屋顶 然后手脚并用 在屋局上行走 四肢接触瓦片 轻盈地不发出任何声响 能在天子脚下 得个飞天蛤蟆的匪号 又可在程大雷手下得到重用 他自有他不凡之处啊 但与其说 他是一只飞天的蛤蟆 倒不如说 他是只在房顶上行走的猫 白元飞很满意 自己今晚的表现 顺利取得梁州城情报 又取到了 李行在身上的一件信物 只要平安返回山寨 这次任务就称得上是圆满 然后他无意间地 朝房顶下边扫了一眼 白元飞这只夜猫 就看到了一头黑包 对方同样在夜幕中行走 手脚并用 只不过动作没白元飞轻盈 但动作更加简单直接 纯粹高效 他从回廊跳到墙角 贴着墙边跃道假山 四肢永远可以找到最好的落脚点 路上碰到的一个个人 干脆利落的都给放倒了 白元飞一身寒意啊 常主府内竟然也有这样的高手 他和福德勒可不熟悉 相互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凭速里他也不是很喜欢接近福德勒 而此刻二人离人又远 事也又差 白元飞自是没能认出福德勒来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白元飞没想到 秦川关那个木讷的男人 竟然是个如此狠辣的杀货呀 自己是个飞贼靠手艺吃饭 和这样的杀贼可不是一条路上的 这种人惹不起赶紧车 白元飞把脖子后边的冷汗擦去 没再做任何停留 第一时间赶紧车 而与此同时呢 福德勒也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实 自己好像迷路了 关键这承主府太大 大部分建筑又极其相似 他胡乱地往前走 渐渐地可就分不清都南西北了 而此时承主府的卫兵 已经对福德勒的行为有所挽映 黑色的夜里亮起了一串串火把 人声嘈杂 以行灾所住的院子第一时间被保护起来 然后开始翻人 福德勒也没傻到拿鸡蛋碰石头的地步 他在躲避追捕 寻找暂时安身之处 以等待可以出手的机会 他的速度很快 没有白元飞那样轻盈 但动作却很干净 整个人走只字形路线 任何可以立足的地方 都将会成为他下一个落脚点 前方是一座假山 隐隐传来脚步声 福德勒瞬间提起精神 草原上长大的人呢 有种类似野兽的听觉 对方速度很快 不是弱手 足可以给自己带来危险 他瞬间握住刀饼 一路上杀过很多人 都是直击要害一招毙命 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可随之那脚步声消失了 福德勒的一颗心可提起来了 在自己发掘对方的时候 这时对方也发掘了自己 都是狠人啊 都在等待猎物松懈的时候 一招毙命 隔着一到假山对峙 那究竟谁是猎物 谁是猎人呢 福德勒放松了呼吸 猛然向前一跨步 手中刀干净利落地挥出 同一时间 他察觉到对方的呼吸也消失了 这是一个猎人挥出猎刀的前奏 啪的一声翠响 同一时间停步 同一时间攻击 两人的刀也同时撞在一处 短暂的几个呼吸间 双方已过了数招 平分秋色 谁也奈何不了谁 福德勒知道程主府有高手 肯定有人的实力在自己之上 但对方出色的反应和力量 还是给他带来不小的震撼 倒是对方的刀是缓了缓 愣了愣神喊了一句 是你 对方穿着夜行衣蒙着口鼻 只能看到一双眼睛 福德勒没办法认出来对方是谁 可他察觉到对方的松懈 随即立刻出手 一刀就斩向他的喉了 高手相争一分一毫的松懈 都是致命的 没没 是我了 自己人 对方慌乱地喊着 动作十分狼狈 刀刃接近对方脖子时 硬生生停下来 福德勒逼试着对方 等待对方先开口 如果话头不对 他随时往前一地刀 就能划破对方的喉咙 莫拉白元飞 飞天蛤蟆 人潜意识中 会从危险向安全转移 如今城主府开始搜捕 那些燃烧的火把就代表危险 而被黑暗覆盖的区域 就代表着安全 那不约而同啊 白元飞和福德勒 就躲在同一处地方 然后不期而遇了 福德勒还真不认识白元飞 在秦川关 他就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 但同时 这福德勒可是个 记忆力不错的人 飞天蛤蟆这四个字 他听说过 再看这人做派 很强 但说话套着一股子蠢 蠢强蠢强的 得了 妥妥秦川关的人呢 你怎么来了 哎呀 现在是聊这个的时候吗 现在是聊这个的时候吗 我们现在应该想想 怎么逃命吧 福德勒回头看了一眼 白元飞说的果然不错 卫兵已经摸到这边了 火光越来越近 现在不跑可就没机会了 我得去救人 他不用担心 在这里没人敢动呢 我们回到山寨 再想办法救他 福德勒点了点头 潜意识中他觉着 只要事情让程大雷知道了 程大雷总是有办法 而福德勒对程大雷的忌惮之身 那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呀 哎呀 快走吧 再不走来不及了 白元飞急了 其实他很郁闷 如果没福德勒呀 他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了将军府了 怎么会碰到这种情况啊 已经来不及了 福德勒直起身来 看到四面都有火光 层层推进 我没你飞檐走壁的本事 离不开这里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我帮你拖住他们 白元飞正正地看着面前 这个年轻的容祖 难以想象啊 你别看他岁数不大 做起事情来 毫不拖泥带水 干脆裹断 好兄弟 等回到山寨 我请你喝酒 白元飞也不啰嗦 他也明白 现在福德勒所说的是最好的选择 可同时也意味着 他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宋伯康不会杀李行哉 可并不意味着他同样不会杀福德勒呀 白元飞腾身而起 他假身上就蹿到了一棵树上 顺着树梢爬到了大屋的房顶 脱离了包围圈 第四百集 狼子野心 福德勒抬起头看着这一幕啊 短暂的瞬间 那飞天蛤蟆就没了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可没人家白元飞这样的本事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包围圈 而自己做不到 现在围绕自己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紧跟着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眼前也没有太多希望 不过福德勒可不是束手待毙之人 他调整自己的状态 刚才木讷如实 此刻矫健如瘦 他转移着自己的位置 借着假山行动 当初修建这座城主府的时候啊 有些扑账浪费 这庭院建得很大 小桥流水回廊假山 此地完全成了福德勒的杀戮场 他借着障碍物躲避 捎带着收割生命 宋伯康已经亲自出现 他主持这场围剿 脸色黑得难看 数百人围在一起 竟然还没办法抓住对方 甚至连对方影子都没摸见 什么时候 首席人已经丢人到这种程度了 外边动静搞那么大 李行才不会没反应 他现在啊还没睡着呢 听见外边动静就朝外走 结果刚到门口被人拦去了 启禀殿下 外面有贼人行凶 您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安全 李行才撇撇嘴 这些日子他都没能踏出院子一步 对于这样的话也司空见惯了 哪里来的贼人 是 安全要紧 殿下请回去休息 李行才被堵回去了 现在的他跟笼子瞎得差不多 外边打得热闹 可自己对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其实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飞天蛤蟆 别让人逮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煎熬 然后院门被人推开了 宋伯康拖着长袍走了进来 请殿下到外面看看 哟 我终于可以去外面看看了嘛 这还真是出人意料呢 可外面会不会很危险 李行才冷笑一声 刚踏出院子 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僵住了 福德勒被人压着 肾上鲜血淋漓 显然受了不轻的伤 殿下好好看看这个人 您认识吗 李行才抬起头 撞见了宋伯康阴冷的一张脸 却说在福德勒吸引住 所有人注意力的时候 白元飞已经顺利 潜出了城主府 翻过城墙连夜返回秦川关 第二天一早 天刚蒙蒙有些光亮 白元飞就回到了秦川关 一口气没歇呀 拉着阿苦一起去见城大雷 白元飞离开的这几天 阿苦心急如焚哪 他倒不是多在意这次任务 关键是好不容易有个露脸的机会 千万可别玩砸了 城大雷打着哈起来到书房 看着白元飞就立时吓了一跳啊 浑身脏兮兮的 满脸都是污泥 头发打结都缠在一起了 散发着一股恶臭 我去 这咋整的 咋搞成这样了 大唐家果然英明神武 料事如神 您猜得不错 理行在世出事了 行行行 拍马屁的话别说了啊 常大雷摆了摆手 见白元飞神色憔悴 推了杯茶赶紧到他面前 别着急 你慢慢说 那宋伯康狼子野心 根本就没想去解长安之围 反而想坐山观虎斗 瞪着长安城破 推理行斋上位 邪天子引领诸侯 什么 常大雷心中一惊 陈起的睡意啊 烟消云散 只剩下震惊了 他知道宋伯康 不会有什么好心 然而没料到 对方的野心 竟然这么大吗 这种事 李行斋只要转念一想 就能明白 但对于程大雷来说 的确是有点难以理解 他坐在那心思如电 消化着这件事 两久之后 李行斋怎么打算的 他自然想要我们救他出去 如今的李行斋 几乎是被软禁起来 每天行动都有人监视 想要从梁州城 救出人类可不容易 不过这事不用着急 既然是软禁 宋伯康肯定舍不得杀的 咱们可以从长期 大唐娘 宋游渠还在我们手中 不如交换 用宋游渠换李行斋 不可能 李行斋在他手中 就算呢 你把他亲爹杀了 他也不会把人交出来的 大唐家 这件事不能不急啊 福德勒还在他们手中呢 为了掩护我 福德勒故意吸引他们注意力 而且还杀了很多人 现在被他们抓着 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成大雷昭气没了 宋伯康不会杀李行斋 但未必不会杀福德勒呀 就这种杀鸡警猴的事 他还是很会做的 福德勒多在宋伯康那一天 就多一份危险 但想要从宋伯康手里 把人救出来 谈何容易啊 大唐家 干脆用宋伯康换福德勒 反正福德勒对他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能换回自己的儿子 宋伯康肯定是乐意的 胡说八道 阿苦立刻呵斥了一声 宋伯康在我们手中 什么样的价值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能用一个戎族换回他们 对于上位者的御下之道 其实阿苦比成大雷更多 福德勒和宋伯康熟倾熟众 那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宋伯康烙在自己手中 则是给宋伯康套上了家座 然而换回福德勒 其实没多的价值 白元飞不该给成大雷这种选择 因为拒绝的话 不能从成大雷的口里说出来 否则这要传出去 大当家就得落得个 只顾利益不顾兄弟情义的名声 对成大雷声望有损 所以阿苦啊 第一时间呵斥白元飞 自己可以落个无情的名声 成大雷不能 成大雷一百首 哎 什么话 都是自己兄弟 分什么戎族帝国呀 人呢 是一定要救的 大当家不认真考虑吗 这里说的话 我保证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这话不行再说了啊 快把和珅给我叫来 聊聊怎么交换人质 阿苦沉默地垂下头 没再说话 白元飞则是脸上狂醒 我去找何大人 我腿脚快 拉倒吧 你也歇一阵吧 找别人去